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控制 国外疫情开始爆发 对世界经济有什么影响 会爆发新一轮经济危机吗 这个其实还是针对我第一课讲的内容提的问题 当然爆发 因为我是第一次讲课 2月17号 那个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提醒大家 全球化危机将会在疫情的影响之下 随着全球产业链的断裂而必然爆发 它是个趋势 我说这是客观规律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很多人当时还是很多 还是心存幻想的 觉得好像中国是得了全球化的好处什么的 我说你只不过就是 那个时候危机在累积 就风险在累积 没有表现为危机爆发而已 它是一定会规律性的爆发的 这次疫情逐渐扩展到世界上 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你会看到 过去在全球化的大潮之中 所形成的很多现象都会出现重大改变 比如欧盟 一旦这个危机爆发 这些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的这种 可以搞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说风就风 说空就空 其他的国家没有这个体制 没有这种能力 那封锁边界 导致这个原有好不容易才随着苏联解体 兴起的欧盟体系很可能会随着解体 这个世界将会发生重大的改变 所以我希望提这些问题的朋友们继续关注 如果你们现在的问题我看主要是对我第一次的讲座有兴趣的话 那我还是建议你们是不是抽空再把我第二次讲座再看看 因为那第二次讲座其实是比较深刻的 讲的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局 是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今天是这样一个局面 那你就对你提的问题有一种规律性的预见了 假如对就是你过去梳理清楚了 那下一步会怎么样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哪 那下一步您往哪走 可能就要好就容易的多嘛 至少你应该知道你该往哪走